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站是皮头里民进党机理掌连明清 外界解读是罚装成功 柯表示 不要想这么多 台湾就是被意识形态绑架固头 他强调 房里长可以直击地方问题 北市府要从管理团队变成服务团队 从个案发现通案 这叫基小胜为大胜 也是个人政治理念 台北市长柯文哲 中 18日在民政局长蓝世聪 左 陪同下 拜访民进党机主山区提头里长林明清 又 林明清送给柯文哲粽子和凤梨 记者张嘉宁社 柯文哲 今预计拜访中山区十多位里长 他表示 其实长期以来 他假日也很少休息 不是拜访里长 就是拜访商圈 几乎台北市商圈都到过 有的还到过好几次 今天的行程也不是第一次来 一千就来过 柯强调 北市府要慢慢从管理团队变成服务团队 地方上如有什么需要 我们搜集资料 常常是从个案当中发现通案 这是个人的政治理念 基小胜为大胜 但有媒体追问 中山区现有反科大本营之称 今天举措是在回房 柯文哲表示 先不管是反科 科黑或科粉 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 做多少算多少 尽量做 柯文哲表示 不要想这么多 人都有私交的朋友 不是只有政党 整个台湾就是被意识形态绑架过头 不管是人情事故 或是做得好坏 大家都会知道 谈到是否支持柯文哲连任 连明清受访说 自己支持做事的人 柯和他都是傻傻作的人 就是做给大家看 给大家感受 不要说谁把谁的装 至于是否担心 至于是否担心被民进党开除党籍 连明清表示 民进党不是这么没有度量的党 尤其副市长 幕僚也有民进党籍 这又要怎么解释 自己就是挺有做事的人